现在我们处的这个社会是乱事将来究竟乱成什么地步谁都不敢预料而且不是一个地区全世界都乱时 磨是最安全的呢 有福有的是最安全的这是真的你有财富 财为五家共有一天可以丢得干干净净哪 古今这个例子太多了 不是你的哪 全是地 位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 正的宝藏是真正的靠山哪 真正的宝藏靠山是人积德啦 有福有的你身上魔都没有 人家一看到你身欢喜心就他恭敬你 他教来照顾你这有福 那他能够度过灾难显示 长得安稳 所以这一句里面你送宙式的佛力加持但是你这个基础的修持这个德行哪 各善自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哪 你是个真正修静业三福的这 这种善人哪 所以的一切天人 善神的保佑 这个是真的 我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次 常常提醒同修们 你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权势 你今天有财富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暂时在 你眼前过一下啦 你得不到 在你眼前过一下 换句话说 你暂时有权处分 不是永恒的 暂时的 那么暂时有权还处 分他 我把他做得好 做的是善事 激功累得 如果我处理的不 妥当呢 就造作罪业呢 要 明白这个道理 人生非常短暂 何况古人常讲 黄泉路上无老少 那 一口气不来 就是第二 是啦 所以什么都要看淡 都要放下 尽心尽力为社会 为大众 去造福 不要想自己 不要 想家庭 你真正积德 修福 你的家庭 自然有佛菩萨照顾 有护 法善神照顾 比自己照顾周 道得多啦 自己照顾不了啊 真正只有求佛菩萨 求护法善神照 故 那才是可靠的 这个道 理要想通 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仔细去观察 让你了解 事实真相 然后才晓得 我们自己应该 怎么做法 有就是应该怎么修法